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台湾最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称为星期五餐厅的地方 专门吸引女性的消费者 有一些有钱的太太因为在家里太无聊了 或是因为先生经常不在家 那么就到星期五餐厅去找刺激 从报章杂志上也可以看到 甚至有一些未婚的女性也沉迷在星期五餐厅中 那么究竟星期五餐厅的存在 显示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让我们来恭请圣言法师为我们开始 我在没有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前 我现在多年拒绝欧美陀佛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样的程度 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国家并不普遍 就是在所以说我们所谓欧美的这种风潮 传到我们台湾来了 这不要冤枉欧美的人 欧美人士还没有到达这个样子 所以是到处有什么午夜牛郎 什么星期五餐厅 这种风潮 在欧美 也许我是孤流寡闻 但是在欧美的媒体上 好像不是不多 发生事故的 而出现这种现象的不多 这有几个堵城里边有兔女郎 有上空庄女郎 还没听到说有什么牛郎 而我们台湾是一个怪地方 我们台湾副教兴盛 文化是古文化 我们台湾经济很宝大 但是出现了许多怪现象 而现在听看我这个大法国寂寞的人 绝对不会去星期五餐厅 也绝对不会去找五眼牛郎 也不会去做五眼牛郎的 而我讲这些话 那些去星期五餐厅的这些女士们 她看不到也听不到 而已经在做五眼牛郎的这些先生们 也不会来看我们这个什么大法国的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节目里边呢 讲这一个问题究竟有什么作用啊 希望我们的观听众们 对这个问题能够大家共同的来思考一下 我们为他们想想看 为什么他们需要到这些地方去 为什么要赚那些钱 甚至于未婚的女性也去了 还有一些有夫之夫也去了 还有七届的明女人也去了 还有女个性或隐性也去了 那他们究竟是为什么 而到那边去 事实上呢 这个在我们的历史上看 东方西方南昌女昌 都有记载不是没有 但是那么公开那么猖狂 那么普遍 那是我们台湾呢 现在特有的现象 我们应该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 身为住在台湾的人呢 都感觉到心里很沉重 我们不觉得说这是耻弱 这是可恶 我们也不要讲这个话 但是我们觉得心里非常的沉重 很难过的应该 应该大家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认为呢 我们要普遍的推动佛法 让佛法的观念 让佛法的修行的方法和观念 能够有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们在心里苦闷而无法宣泄的情况下 那念佛不是很好吗 看佛书不是很好吗 把自己的心里的烦恼 能够自己用方法来化解 它不是很好吗 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 减少自己的烦恼 少制造一些混乱 不是很好吗 现在这些人 凡是到这种场合去的人呢 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也明明知道 会让人家知道以后 发现以后不是光荣的事 不是体面的事 如果是一个未婚的女郎 到了这种地方去以后啊 如果是他有男朋友 男朋友的想法是怎么样 未来他遇到一个男朋友 如果发现或者知道 他是过去经常去 那无言牛郎那边去 去找安慰的 那他的男朋友 会对他怎么想法 所以是不要把自己的未来前途啊 当送掉 完掉了 有的人呢 把丈夫完掉 把私益完掉 有的人呢 把自己的前途完掉 把家庭完掉 有的人呢 自己有丈夫 就是不满足 去找无言牛郎 然后呢 他的家庭会发生什么问题啊 对儿女怎么交代啊 对丈夫怎么交代啊 所以这些呢 现在的 最麻烦的就是说 大不了离婚吧 大不了我公开 让你们知道 我现在非常的苦闷 所以说我就故意的 做给你看的 让你难过 我就是故意的让你知道 就是我要做这样的事了 这个何苦呢 何苦啊 就是丈夫对不起你 男朋友对不起你 你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啊 男朋友错了 已经错了 丈夫对不起你 已经错了 你这错的比他更错 是更糟糕的 还有女性呢 到这种场合 比男性到这种场合啊 受的伤害更大 而且他的伤痕呢 很不容易弥补的 男性呢 这个社会 还是以男性啊 为主流的 不要女性呢 这个凭一时的一种啊 意气用事啊 就到这些地方去 那我呢 讲这些话呢 对那些人 有没有用啊 我相信他们听不到 那如何的为他们设想 为他们这个营造一个 更比较好的环境啊 他们不要再去那些地方 这个是啊 我们需要努力的 阿弥陀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